刚才一段经文错了 刚刚读的经文是错了 所以我们再看一篇 我们再看一次刚才的经文 应该今天的经文 是以赛亚书一段 所以我们会再看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 不如我们一起读一次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遍 OK 汉那 我做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上 你们当因我所做的 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做耶路撒冷 为人呼喚气 做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 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必不再听见哭音的声音 和哀号的声音 其中必没有数日 消亡的影响 也没有受数不满的路者 因为八岁死的刑算孩童 有八岁死的罪人算被奏作 他们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 吃其中的多子 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 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 因为我民的日子 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市民亲手牢牢得来的 必长久享用 他们必不肚然牢牢 所生产的 也不遭灾害 因为都是梦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他们尚未求高 我就英文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随听 柴狼必与羊羔同食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尘土必作蛇的食物 在我圣山的献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 还有下一段是 《老家福音》 有一章五至十九 那还有一段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五到十九节 好了 我们继续 有人谈论圣殿 是用美石和工物方式的 耶稣就说 轮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将来日子到了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他们问他说 夫子 什么时候有这事呢 这事将到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无我的名来 说 我是基督 又说 时候近了 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惶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现 但这一切的事已先 人要下手拿着你们 逼把你们 把你们交给会堂 并且收在监虑 又为我的名 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 但这些事 终必为你们的见证 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 不要如先思想怎样分数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 博不道的 连你们的父母 弟兄 亲族 朋友 也要把你们交官 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 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悟 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 也不失损坏 你们尚存忍耐 就必保存灵魂 好 谢谢大家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们的同学当中 很喜欢在谈世界末日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在我同学当中 大家都很喜欢讨论世界末日 但我的小学不是教会学校 是没有宗教课的 我读的小学不是教会学校 是没有宗教课的 我们对圣经中说的末世 其实都不认识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帮小孩 又这么喜欢讲这个世界末日呢 但我们对圣经中的末世 也不是认识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小朋友 这么喜欢讲末日呢 记住我小孩的年代 是没有这个互联网的 记得我小的时候 是没有互联网的 那我们又怎么会认识这个世界末日呢 那我们又怎么会认识世界末日呢 在那个年代对我们这些小孩 影响最大的一定是电视啦 那在那个年代呢 对我们年轻人小朋友 影响最大的一定是电视 世界末日这个名词 那当然是我们看卡通片学来的 那世界末日这个名词呢 是我们看动画片学会来的 但是 不过呢 当时我相信我们只是 只懂得世界末日这个名字而已 究竟这个世界末日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都不会知道的 我相信当时呢 我们只是知道世界末日这个词 但是对于世界末日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今天呢 我又选两段经文啦 分别是以赛亚书和路加福音的 那今天呢 就会挑选两段经文 分别在以赛亚书和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刚才那段 就主要是讲了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啦 那路加福音刚刚那一段呢 讲的主要是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 现在尝试看我们现在周围发生的事情 那现在呢我们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我们澳洲近几年每年都要面对的 一是旱灾一是水灾 那在我们澳洲近几年 我们每一年都要么面对旱灾 要么呢就面对水灾 我们又放眼世界看一下 中国和台湾的紧张关系 那我们又放眼世界看一下中国和台湾的紧张关系 又看一下北韩和南韩的紧张关系 那又看一下北韩和南韩之间的紧张关系 甚至现在仍然打仗的乌克兰和俄罗斯 甚至乎现在还正在打仗的乌克兰和俄罗斯 又加上我们这几年来都面对这个COVID的疫情 那再加上我们这几年面对的新冠的疫情 是不是就好像刚才经文十节十一节所说的景象 那是不是好像刚刚经文十到十一节所说的景象呢 经文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将有大地震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 在天上显现 那经文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这样看来是不是我们就在处在活逝当中呢 是不是真的怎么办呢 那这样看来我们是不是正处在末世当中呢 如果是真的我们怎么办呢 顶姐妹我告诉你们 在早期信徒 甚至远到使徒保罗时代 他们都会觉得他们已经是活逝当中了 那弟兄姐妹 我可以跟你们说 早期的信徒 甚至是使徒保罗的年代 他们都觉得自己已经在末世当中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伊朗伊拉克的两伊战争 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伊朗伊拉克的 两伊战争 打了差不多十年了 就打了将近十年 那时都有很多专系研究末日的信徒 都认为那时是末世 那那个时候呢 也有很多专门研究末世的信徒呢 也认为当时就是末世 但到现在又三四十年了 但是到现在又三四十年了 十年前 2012年的时候呢 当时又有些人拿一些古代的预言来研究 那2010年前 2012年的时候呢 有些人就用古代的预言 来做研究 也都言之作作地说 2012年就是世界末日之年 那也言之咄咄地说 2012年就是世界的最后一年 那特别当时因为有这个互联网 这个消息传得很快 那当时候呢 有互联网 所以这个消息呢 就传播得非常的快 那一年 我刚刚开始去接触神学 那一年呢 我刚刚开始接触神学 神学的老师还在笑我们 如果世界每日来呢 你们就不用交功课了 那我们的神学老师当时还笑我们说 如果世界末日来了 你就不用交功课了 幸好没有因为世界每日没有做功课 那幸好没有因为世界末日而没做功课 那这样看来 这2000年来 不一定有人觉得自己是末世当中 那这样看来这2000年 有很多人不断觉得自己在末世当中 那这样是不是好像 我们现在在末世的机会 比较低又不用去再担心呢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 在末世当中的机会 小一点呢 不用再担心呢 大英姐妹 我觉得应该用 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去理解呢 那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去理解呢 错的 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在这个末世当中 其实是错的 其实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在末世当中 这个末世维持多久 我们不会知道 那这个末世维持多久 我们不知道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 这样告诉我们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 这样告诉我们 那个日子那个时候 没有人知道 那个日子那个时候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 子都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就是说 如果忽然间有人跟你说 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的话 你都可以不用理 就是说 如果有人说 他知道什么时候 是世界末日的话 你都不用理会 因为只有天父 才会知道 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 因为只有天父 才知道 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或者我们叫做 耶稣再来 是否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世界末日 或者我们说是 耶稣再来 究竟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呢 对于非信徒来说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那对于非信徒来说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好 可能坏 那可能会是好 可能会是坏 不过对于我们信徒来说 世界末日 一定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说 世界末日 一定是个好消息 以赛亚书65章17至25节里面 是一个先知性的宣告 那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 是一个先知性的宣告 他在宣告上帝的救恩 一个关于上帝预备给我们的未来 他在那里宣告上帝的救恩 关于上帝预备给我们的未来 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盼望 那这段经文就带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盼望 总是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 总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又是不会知道 那世界末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经文很肯定地说给我们听 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角度 但是经文很肯定地告诉我们听 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国度 和我们现在所处在的世界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和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 这个我们所盼望的国度 会带给我们喜乐 那这个所盼望的国度 会带给我们喜乐 让我们可以忘记 我们一路以来所经历的痛苦和忧伤 让我们可以忘记 我们一直以来经历的痛苦和忧伤 我们看一下六十五章十七节 看啊我做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都不被人放在心上 那我们看六十五章第十七节 看啊我造新迁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过去大家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或者不开心的东西 令你紧紧于怀 难以放下呢? 过去有没有什么一些事情 令你感到耿耿于怀 或者是难以放下呢? 会不会是在你的原生家庭成长里面 有一些缺失 会不会在你原生家庭里面 有一些缺失 缺乏你家人的爱 缺乏家人的爱 家人的离世 家人的离世 被同学误会 或者被同学们误会 被你的朋友出卖 被朋友出卖 失恋 失业 或者大家不会理解的不幸 失恋 失业 或者大家不能够理解的不幸 我们可能听过 很多基督徒 都应该要去宽恕别人 我们应该都听过 很多基督徒说 应该去宽恕别人 但很明白 很多东西是很难放得下的 但是我们明白 很多东西是很难放得下的 我也曾经经历过 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也曾经经历过 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可能我现在想起来 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微不足到 现在想起来 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可能微不足道 或者都可能 那些事情都很无聊 或者那些事情很无聊 但是这些事情 仍然间不中 都放在我脑里面出现 但是这些事情 偶尔都在我脑海里 浮现出来 每次出现 都令我不开心 那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都令到我感到不开心 或者这些可能就是 所谓的仇恨 或者这就是所谓的仇恨 我其实都不是很想 记住这些事情 其实我也不太想 记住这些事情 感谢主 上帝说 他应许的新天新地里面 有一切的不幸 都会永远被放下 被遗忘 感谢主 上帝说 他所应许的新天新地里面 所有的不幸面 仇恨都会被放下 被遗忘 我们又开始 从18节开始看下去 那我们从18节再看下去 经文形容的景象 是一个 特别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救恩 那经文形容的景象 是一个新耶路撒冷的救恩 这个救恩的成立 是会令人欢迎 去庆祝的 那这个救恩的承诺 是使到人欢欣 和庆祝的 甚至上帝都会因为 这个救恩去欢乐 那甚至上帝会因为 这个救恩欢乐的 所有哭泣和哀号都没有了 不过 还有死亡 那所有哀哭和寂 哭泣和寂 哭泣和哀号都会没有了 但是下有死亡 但是什么呀 还有死亡 还有死亡 只不过 是没有了一些 BB的死亡 或者觉得不同形式的 暴斃 那只不过没有那些 婴儿的死亡 或者不同形式的暴斃 只有度过了完整人生 起码到一百岁过后 才会死亡 那只有度过完整人生 起码有一百岁才会死亡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其实都是没有了病痛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没有了病痛 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大家常常都会很担心 什么心脏病 糖尿病的血压 胆固醇 这些什么问题 那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很多人都会担心心脏病 糖尿病 胆固醇 血压的问题 都没有了 都全部没有了 大家都会健健康康的 到受睡满足 大家都会健健康康的 到睡宿满足 虽然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 虽然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 上帝没有叫我们去偷懒 上帝没有叫我们去偷懒 我们仍然都要上班 我们仍然要上班 包括了建筑房屋 和一些农业 就包括了建筑房子 和干一些农活 大家很努力地工作 自食其力 大家很努力地工作 自食其力 可能都是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不会有OT 大家可能都是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不会有加班 工作和你的生活 将会得到平衡 工作和生活将会得到平衡 建造业和农业 最担心的天气 恶劣天气的影响 那建造业和农业 所担心的受到天气影响 特别是农夫 很担心的天气 会摧毁农作物 特别是农夫 非常担心一些天气不好 会摧毁农作物 这些事情在新天新地都不会发生 那这些事情在新天新地都不会发生 因为都有上帝的赐福 因为都有上帝的赐福 一个是一个全新的国度 那这一个是一个全新的国度 完全因为有上帝的赐福 亦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 完全是因为上帝的赐福 也是上帝所赐的礼物 那这一段经文最后一节 二十五节 我们看到一个戏剧性的转变 那我们看到一个戏剧性的转变 就是一些天然的敌人都会和平共处 那就是一些天然的那些敌人都会和平共处 那些狼不会吃羊 那狼不会吃羊 狮子竟然在那里吃草 那狮子竟然在吃草 刚刚想起早几天 台湾高书几天狮子跑了出来 大家多惊 那想起早前几天 那个动物园里面的狮子跑了出来 非常可怕 那这个上帝比较新天生地里面 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那上帝在新天新地里面 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但是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角度 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国度 一个跟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有很大对比的角度 这是一个跟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有一个很大对比的国度 这个新天新地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那这个新天新地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一个很有力的盼望 一个非常有力的盼望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经常要面对令人沮丧的消息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经常会面对令人沮丧的消息 我们一直看这个世界 好像变得很进步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个世界 好像变得很进步的时候 事实上整个世界 其实比以前更加差 其实整个世界是比以前要差了很多 但是上帝没有改变 但是上帝没有改变 由此到终都没有改变 由此到终都没有改变 我们要保持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要保持对上帝的信心 对未来有盼望 对未来有盼望 虽然这个世界是很不完美 虽然这个世界是很不完美的 我们将来都会进入 那个美好的新天新地 我们将来都会进入到 那个美好的新天新地 那个非常美好的角度 那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度 愿上帝帮助我们 在患难中长存盼望 愿上帝帮助我们 在患难中长存盼望 阿们 阿们 阿们